那我們今天 第二個重點就是來介紹一下這個隨用3D 那老師呢已經在OneNote上面 有把他的相關的連結 貼在上面了 剛剛有提到如果是Mac的原則上就是用安裝版 你去他官方網站下載 Windows你也可以用安裝版 那安裝版跟免安裝版 差別在哪裡 其實官方他也有所謂的免安裝版 只是呢 因為官方為了讓安裝檔案比較小 所以他沒有放太多的材質 太多的模型 甚至所謂的外掛程式 所以老師在這個 整理過的 加長版裡面呢 有多放了很多 所以如果你下載是這個版本 檔案呢 大概會是900多Mb 大概900多Mb 會比他原本官方本身的 你可以看一下 他如果是下載檔案有沒有只有七十幾而已 對不對 城市其實都一樣 只差在說就是你有更多的資源可以用 那我們在這邊呢 老師也有整理一個教學網站 你打開之後 會進到這邊來 我裡面有一篇文章 就告訴你如果呢 你想要用安裝版本 那又要有 免安裝版那麼多的這些元件 可以用的話 怎麼去改裝一下 因為其實你改裝過之後 真的會比較好用 第二個呢 你把安裝版 改裝成就是 加強版 第二個好處是 以後呢你軟體有新的版本 你就直接升級就好 因為呢如果你用的是老師這個 就是免安裝的版本 他是沒辦法直接升級 也就是說你有新版本就要再重新下載一次 這個是他的 算小缺點吧 好那好處當然就是不用安裝所以你就帶著走 那如果你是安裝版你就必須要把 主層次裝起來 把他的材質 把他的家具 把他的所謂的 plug-in 透過安裝的方式裝起來 這樣了解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喔 好 現在呢 從這邊 這裡 我先把他的安裝版裝起來 我剛剛已經把他 下載好了 就是這個 點兩下 各位這個軟體本身就有中文版 所以 原則上 應該也是不會裝錯啦 檔案 蠻小的 對 好我們就把他裝起來 那麼 安裝完成之後呢 其實呢 我們會調整一下他的 模型的顯示方式 有兩個地方 待會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好 啟動 好 進來了 那麼各位呢 你可以看到 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 有一些模型 可是我剛剛講過了 就是安裝版本 因為他檔案比較小 所以模型呢 不多 第二個 他預設顯示的 模型方式 有沒有都這樣小小的 這樣比較 看的時候 說真的 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呢我們要把他調整一下 那怎麼調整呢 請你到 檔案這邊 有一個叫參數設置 你點進來 我們 修改兩個地方 就是這兩個 第一個就是他看模型的方法 預設的叫做樹狀列表 因為這個軟體可以在Windows SD上面執行 所以呢 他用樹狀列表 可以比較節省那個 顯示卡的記憶體 但是我們現在用搜尋列表比較方便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改 第二個 秒看圖的中 的選擇 以物件為中心 這個呢 等一下我們進到裡面看操作的時候 再來看比較清楚 所以我就把這個地方 這兩個 有沒有 把它勾起來 勾起來 你只要按下確定就好了 好 來你看一下左手邊 有沒有感覺這樣模型比較大顆一點 第二個 上面可以透過搜尋的 然後你的類別也可以從這裡改 所以這個是你安裝完之後你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這樣會比較方便 那他這個搜尋也很好用 是因為 這裡支援中文 所以呢 你 如果打中文的名字 比如說我要一個門 門 那所有的門就通通都會列出來 所以中文也OK 那麼今天如果你已經 搜尋結束了 請你把關鍵字刪掉 那麼 所有的模型就會重新再顯示出來 這樣了解 這個是 第一個 如果你軟體安裝完 請你先調整一下 那第二個呢 我們剛剛講過他有很多的3D模型 材質 還有一些外化程式 我這邊呢已經有 放在雲端一點上 當然你從老師前面這一台 也可以 從這裡下載 從這裡下載 那我們就試看看囉 這裡 找到 我們先從那個材質的部分 找到材質 在這邊 這個檔案你把它解壓說 裡面其實有很多的那個檔案 你只要解壓說是尺就好了 不過包含那個資料夾 好你看有多一個這個材質 點開 裡面有很多有沒有 SH3T 這樣的格式 那麼 各位呢 這個材質的部分 我往下 材質材質 在這裡 你現在有這些檔案之後你就可以從家具 家具 家具裡面 宰入 所謂的文理庫 就可以把這些材質加進來 來我們看一下 家具 宰入 文理庫 好那我去找到我剛剛下載 有一個叫做材質 這個 要一個一個來啦 這個比較抱歉沒辦法一次選起來 所以你就只好 兜兜 好進來了 再繼續 把所有的 第二個 從這邊 好像這樣子一個一個的 把它加進來 那你的 貼圖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水泳站立裡面的貼圖 就可以用很多 好 那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你就可以像這樣 一個一個把它弄進來 好已經有了 不用了 這樣了解 那 待會自己再試 那另外呢如果你是 我們這邊的 模型 就是這個 Furniture 那你一樣的 我們把解壓說 其實這個檔案是最大的 有一個叫 有沒有500多 我就一樣解壓說字詞就好了 解壓說完之後你會看到 哇一頭拉骨 這麼多 但是這個檔案他直接認得 所以呢 你就不用 像剛剛那個一樣 我就只要點兩下就好了 兜兜 有沒有進來了 再來 兜兜 進來了 你只是 但是 要很多的兜兜而已 這樣了解 那你 有加入之後呢 這邊你會發現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目錄 裡面會越來越多 所以你就 記得 加進來 所以這裡面 就有很多的 3D模型 你就可以 一個一個慢慢的把它加進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材質 跟什麼 這個3D模型 接下來的話呢 這裡 你如果還想一些外掛 什麼是外掛呢 你看 目前我們安裝起來了 其實上面都是中文的 有沒有 那我們呢 就跟你玩遊戲啊 或一些軟體 有所謂的 外掛一樣 就是他的功能 不夠的 有人幫他去怎麼樣 寫一些 增強功能的 一些工具 那 老師這邊有整理了一些 一樣的外掛層次 你把它解壓縮 拉個印這個 一樣解壓縮字 會多一個 不是這個 我剛剛沒有下載到 來 再下載 好我們現在重新下載好 按右鍵 鐵壓縮字 有一個plug in 這要講跑出來 有沒有 那這些的話呢 也是一樣 你就兜兜兩下 就兜兜兩下 他就會自動把這些 所謂的plug in 幫你安裝起來 好當然這些動作 全部做完了 你把你的軟體 關掉 雖然我現在沒有全部做完了 但是沒關係 你看 我把它點開 你會發現 有的plug in之後呢 上面這裡 有沒有多了一些英文的 這些就是所謂的外掛層次 那你看看你的目錄 有沒有多增加很多 這邊都多增加很多 雖然我沒有全部弄完 但是呢 你增加之後 這邊 你要用的工具 就會更豐富 好不好 這個是 各位呢 如果你回去 你想要有比較多的工具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子 把它稍微修正一下 那原則上下次來的話 我們就是 直接用免按裝板比較快啦 因為現場 上一次課而已嘛 不然每次都要重做這麼多動作 有點麻煩 但是你回家 就做一次而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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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